好 觀眾 我們現在來到台北市的大賣場裡頭 你可以看到這小小通道擠了好多的人 大家都是來這邊採買物品 因為在明天台北市的部分呢 是確定停班停課 大家一定會待在家裡頭 所以喔 這個糧食一定要準備好 恰恰現在是在這個生鮮的部分 那其實稍早沒有看到大家買乾糧 像是泡麵 罐頭食品都買得非常的多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只是買一些要煮咖哩的東西 才剛拿了洋蔥 還沒拿別的 還要拿紅蘿蔔什麼的 好 我們現在來到生鮮蔬菜這一區 你可以看到在架上部分呢 都有一些搶購一空的狀況了 大家都通常是來挑這個 可以久放的夜菜類來挑選 因為可以放得比較久 好 另外看到呢 是在這個結帳的櫃台 也是喔 你今天呢 要排隊才能夠出賣場 因為呢 真的是太多人都來到這邊準備物資 那賣場也相當貼心喔 在台中以北的賣場呢 他們都有臨時設置了一個防災專區 而在防災專區呢 不是食物 而是一些用品 像是這個電池啊 手套 雨衣等等呢 它就直接幫你準備好了一個專區 你來這邊呢 就可以直接來挑選 來幫助大家呢 這一次的這個防災工作做得更完備 還有以上是現場找到最新 再把時間交還給朋友 大家晚安啊 現在很多人應該是在問說 到底有沒有機會放到兩天的颱風假吧 因為呢 現在看起來 當然這個時間點啊 我們看到啊 就是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宜蘭這邊呢 其實啊 進些性的風雨 已經逐漸越來越明顯了 可是呢 其實啊 包括現在各個區域的風跟雨 都還沒有達到放假的標準 明天來看的話呢 其實啊 我們從這一張呢 整個呢 降雨的趨勢 您就可以發現 整個凱米颱風啊 影響台灣風雨 最明顯 最劇烈的兩天 就是呢 禮拜三跟禮拜四 所以光是呢 這個雨區啊 預報上面的趨勢 你就可以看到 明後兩天跟今天是 完全截然大不同的 好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呢 如果以降雨的趨勢來看的話 在明天 在整個東北部地區 北部地區 其實降雨啊 一整天就有機會呢 達到350毫米以上 這大毫雨的標準了 甚至就連中南部的山區 事實上明天呢 只是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也不排除會有豪雨或大豪雨以上 等級降的一個雨量 如果呢 按照降雨的標準來看的話 那麼事實上呢 明天在部分的縣市 像是呢 東北部還有呢 這個北部地區的縣市 其實明天就有機會放到颱風架了 到了禮拜四 其實從禮拜三的深夜 一直到禮拜四的清晨 事實上是颱風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可是呢 中南部地區來看的話 禮拜四的一整天 其實都是呢 強風好雨的 所以在禮拜四放颱風架 事實上台灣大部分的縣市 其實都有機會放到 只不過呢 這兩天來看的話呢 事實上 放假的縣市其實不盡相同 而且我們也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這一次呢 在總雨量預估的部分 氣象署罕見對於中南部地區的總雨量預估 最高達到了 你可以看到 中部的山區 還有南部的山區 最大的總雨量預估是來到了一千八百毫米 這是非常罕見的一個 在這麼高值的一個總雨量預估 所以呢 我們要特別提醒了 在從這個明天開始 甚至一直到禮拜五 這一段時間來看的話 事實上呢 我們要特別呼籲整個西半部地區 尤其在山區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嚴防啊 這種強降雨 而且是持續性的強降雨 所可能帶來的任何颱風的災情 東半部地區 事實上呢 明天啊 風雨是最明顯的 可是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整個呢 東半部的風雨 其實就會逐漸的趨緩 那麼呢 高風險區 我們現在呢 分別從這個強降雨 還有強震風 也再次的提醒大家 因為呢 放颱風架的標準 就在強風跟強降雨 因此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以這一次國家災防中心的預估來看的話 強降雨包括了北部 東北部 各地的山區 強震風呢 則是包括各地的沿海 以及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所以無論如何 這兩天啊 大家都要嚴加戒備 以上就是目前最新的氣象報告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氣氛目前所在位置就在 花蓮七星潭 可以看到畫面中真的是一瞬間的風雲變色 就在不到一個小時之前 我們在花蓮市區還能感受到 一點點的太陽 也沒什麼雨 而過了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來到花蓮的七星潭 就能感受到 不管是風啊 雨啊 亮啊 都變得相當的強勁 而七星潭呢 也早在下午的兩點 就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要禁止有關浪的遊客來進入 而海巡呢 也派出人員要來這裡隨時 嚴防有遊客霧場 讓我們來聽一段 海巡小隊長怎麼說 華蓮縣政府已於今日下午兩點 發布進限制公告 讓我們海巡人員將在暗記拉射封鎖線 防止民眾跨越以維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那如民眾持續跨越 旅勸不聽者 我們將 本隊將 將依災害防救法第55條去做寒送 那罰金5萬以上 25萬以下的罰還 最後怕人逃 我們就怕有遊客冒著生命危險 想要來體驗什麼叫做中台強浪的威力 會誤闖 所以海巡隨時都在這裡戒備 我們也聽到海巡說呢 其實這個下午呢遊客是整個來客數是不到30個人 相信大家都已經感受到中台的威力 千萬不要看呢 好像一時之間沒有下雨就輕呼 還是要在家做好防台準備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將時間盡頭交還 Pony主播 你可以看到大雨不斷地下雨 是來得又快又急 馬路上都已經積水 經過的車輛都漸起了巨大的水花 機車騎士也趕緊穿起雨衣 並減慢行車的速度 在這凱米颱風越來越靠近 各地雨勢也逐漸增強 宜蘭市區還有宜蘭羅東地區 下午下起了好大雨 而且旁邊的路樹也都被吹得搖搖晃晃 因為雨勢來的水急 很多機車騎士都還來不及穿上雨衣 就被雨淋濕 汽車的駕駛也打雙黃警示燈 互相提醒周邊的車輛 提醒民眾越晚雨勢越大 各地天雨路滑下班時間 一定要注意行車安全 隨時留意天氣狀況 以下是我們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 今天開始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大概所有全部都退掉了 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客人 不要冒著風雨過來 海米颱風來勢洶洶 宜蘭花蓮地區開始有雨勢和強風 許多旅客都已經延期或是取消訂房 宜蘭山上的民宿業者 也趕緊架設防護裝備 避免強風把民宿設備都吹翻 我們樹枝比較茂密的都要先剪掉 然後戶外的家具 我們能夠搬進來的就盡量搬到室內 還好這次遇到的是平日的 地方量也沒有很高 大概兩三層左右 雖然颱風還沒登陸宜蘭 但宜蘭市區及羅東鎮的雨勢 都已經逐漸增強 提醒民眾注意天氣狀況 遠離沿岸還有山區 東新聞代志堅 汪潔寧張永永宜蘭報導 好 主要各位觀眾 記者目前所在位置就在花蓮市區 可以看到我身邊的路旁呢 是只起了一灘灘的水渍 而且呢燈籠也被吹到左右搖晃 這是因為花蓮市區在大約下午2點開始 就開始出現了間歇訓的雨勢 伴隨著一陣陣的強風 而記者目前人所在位置 就在仁愛街與成功街口 知名的公正包子店 而面對這一次中台凱米來勢洶洶 老闆是否有做好相應準備呢 我們也來訪問看看老闆 老闆這是台風來 你們有做好什麼方台的應變措施 或是會因此可能休息幾天嗎 我們沒有耶 我們一樣就是按照原因的話 這個星期五會休息 然後其他的話我們正常營業 那你們有沒有怕雨很大會造成淹水或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準備什麼沙包要來堆或是怎麼樣 也沒有耶 因為我們最近這幾年花園沒什麼大雨發生 然後我們的地下水倒做得蠻好的 所以我們比較不擔心 對 我們可以聽到老闆喔 真的很勇 台風天照常營業 不畏風雨也不再怕淹水 而同樣位在仁愛街跟成功街口呢 走幾步路到對街也是同樣知名的廟口紅茶 而對於這次颱風來襲呢 我們也來採訪看看老闆娘呢 是否有針對颱風有做好相應的準備 來老闆娘你們來幫我講一下 這一次颱風你會不會擔心 因為畢竟是中台 而且已經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不怕 怕地震 那這次颱風有感覺到 遊客有特別變很少這樣 嗯 跟往常一樣不多 你說從地震後開始增潮就大概這樣 對 一直都是這樣 不多人不多 所以也不會因為颱風來可能休息個幾天 或是打亂你們的營業計畫 沒有 不會 這意料中的事 這是意料中的 OK 好 可以聽到花蓮人大概是因為地震過後 心臟都被訓練得非常強 所以呢 面對颱風 這些民電呢 通通是要照常營業 不過民眾呢 還是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中台的 台米颱風 所以呢 有可能除了雨勢呢 還有可能造成淹水 所以民眾在家還是要做好防台準備 遇上現場最新將時間盡頭交還棚內主播